善男子 善女人 解释的标准不一样 因为每个师傅解释的层次不一样 就相当于一个老师说的 一个好学生 和一个社会上所说的好人 出发点不一样 意念当然有偏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傅说 所以佛认为的善男子 一定要八正道 正信正念 想的是正思维 行的是正行 说的是正语 师傅还说 没有正 什么善都有可能走偏 没有正 什么智慧 都可能变成小聪明 没有正 什么慧 都有可能变成协慧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 南无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 隆天护法 感慈悲恩师 卢君洪台长 在此 想和诸位师兄 及善缘信众们 分享一件菩萨妈妈 显胜护佑我妈妈的 殊胜灵验之事 前段时间 我妈妈独居在家 她年纪大了 记忆力不太好 做事情容易丢三落四 虽然我一再叮嘱她 祝福她自己在家 一定要堪劳 水 电 煤气 她嘴上答应 却受限于记忆力的原因 做得不太好 2021年11月的一天 我妈妈自己在家做饭 天然气造铁锅里 炖了土豆和茄子 要炖熟的时候 妈妈把天然气造 调成大火 想收汁出锅 这时候 亲戚来电话了 我妈妈进到卧室 就开始和亲戚聊天 聊了四十多分钟后 挂断电话 她全然忘记 天然气造上 还有锅有菜 有火没关闭这件事 又继续躺在床上 玩手机 刷小视频 家里的格局是 封闭式厨房 隔着客厅 离她卧室较远 而且她年纪大了 嗅觉也不太灵敏 没有闻到异味 也不知 又玩手机玩了多久 她觉得眼睛累了 就闭眼睛想休息一下 刚闭眼 就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 金色彩色光环 环绕着滑盖叫碾 从墙壁上出现 向厨房的方向去 一时间 妈妈也不知是梦境 还是直接看到的 她后来描述 也不确定 是不是睁眼睛看到的 妈妈忽然就想起 厨房的天然气火 没有关闭 一直烧着 她马上惊奇跑到厨房 菩萨妈妈太慈悲了 锅在火上烧了两个多小时 锅底都烤壶黑了 变得特别薄 但是就是没着火 也没波及到灶台附近的 胶管道 塑料电饭包等物品 如果不是菩萨妈妈 慈悲显胜护佑 我家住的是高层 一旦起火 后果不堪设想 再次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把妙法传授给众生的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生活小分享 信者得度 昨天晚上收豆子 手被窗夹了一下 刮了一丁点皮 今天中午做饭有点小烦恼 总是碰到水 炒菜的时候 因为热气有丁点痛 习惯性地想到观世音菩萨 也没求 只是想观世音菩萨 吃完饭收拾的时候 竟然发现皮肉合在一起了 真是不可思议 观世音菩萨真是太慈悲了 孩子叫母亲 母亲听得见 我只是在天天念经做功课 呼唤母亲 念经就是念心 念经就是和菩萨在沟通 天天写信给菩萨妈妈报平安 也没付出什么 没想到就有这么一位 伟大的母亲在保佑着我 真是太幸福了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五大法宝 保佑我烟炎基本康复 我今年犯太岁 刚过完年没多久 我的烟炎就复发了 发烧了好几天很难受 之前菩萨提醒我 每年必发的烟炎 是造口业的业障后 我通过五大法宝 化解了几年都没有犯过 这次知道 一定是我去年口业造得太多 今年总算账 所以又复发了 于是我又许愿了 108遍礼佛大忏悔文 108张小房子和1200条鱼 康复后现身说法 配合吃了几天药 我的小房子还没有烧多少 礼佛大忏悔文也没有念完 我的烟炎就基本康复了 现在一直挺稳定 偶尔吃辣椒也没事 我许愿的小房子 和礼佛大忏悔文还没有念完 我一定会继续念完 相信到时候 我的烟炎一定会彻底痊愈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也感恩护法菩萨的提醒 以免我造下更深的业障 修心修行 如履薄冰 善护口业 不能轻视自己所造下的每一份音 到时候果报还自受啊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统修分享道 感恩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在此小小分享一下 经文的灵验之处 我前两天 吃太补的东西上火了 很严重 口干舌燥 用了很多方法 都没能去火 难受之际 我念了两百多遍的 要识观点真言 祈求菩萨让我去火 终于 经文念完后好转不少 没有那么难受 也不心烦了 还有昨天 我脖子落枕了 走路都疼 没法转动脖子 正在无计可施时 我想起大悲咒可以治病 我就把手放在脖子处 念了几十遍大悲咒后 我的脖子真的能动了 好了很多 走路也基本不疼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恩师慈父 教我们念这么好的经文 平时有些小病痛 都能及时化解 真的很感动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增强师兄们的信心 好好念经修行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好坏不分 性格倔强 很多父母为孩子好 欧心沥血 想让孩子多悬点本事 孩子不理解 还要埋怨 有一个小林的家 住在贵州的六盘水 父亲为了这个家庭 什么事情都做过 磨豆腐 裁缝 卖衣服 卖菜 卖乳肉 几乎所有小贩 做过的事情 他一直都在做的 但是生意一直不景气 最终开了一个小饭馆 生意还不错 小林看不起他的父亲 认为他的父亲 对自己不够好 对家庭也不负责 所以小林就独自一个人 到外地去上学 父亲开的小饭馆 替他付学费和生活费 去年寒假 回到家里 妈妈叫小林过去帮忙 小林的饭馆里 几乎他在饭馆里帮忙 也算得上是迅迹如风了 还是忙不过来 生意很好 忙完之后 爸爸拖着疲惫的身体 跟小林说 孩子啊 跟爸爸一起去拉一个蜂窝煤吧 一路上拉着那辆破烂的小车 小林突然感觉到有一丝丝歉意 想上去帮忙 爸爸却说 孩子啊 没事 我拉得动 别把你的手弄脏了 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 小林就跟在他后面 泪水突然之间在眼眶里打转 忍不住发出异样的声音 但是他又怕被爸爸发现 他心想 爸爸这么辛苦养育我 自己却瞧不起自己的父亲 用异样的目光看他 小林很后悔 自己怎么现在才明白 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不该看不起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想想那些盗贼 破译别人密码锁 哪个没有一些小聪明 所以佛法借奖 真正的行善 是一定要在有正的前提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